我這個月的房租,禮拜一講不出來,就要搬家 結果,我一直說,我不要搬,我去來賣襪子 我要賺錢 兩個禮拜要一千多塊,我哪花得起啊 我問他說,你怎麼掛一串鑰匙,然後怎麼在外面晃來晃去,家裡是不是沒人 一次,兩次,三次才了解到他們家狀況 我就說,沒關係,那你都來阿姨家,阿姨家沒什麼錢,可是一定有吃的 很懶惰 我沒有看到,可以照顧我兒子照顧成這樣子 一大堆一千多塊的資料,送去給他們 就是不通過白花的錢 我一千多塊,我跟我兒子兩個人,可以吃一個禮拜了 目前社會局已經有主動的協助,包括非身份的申請 那在物資的部分,我們目前有食物銀行,阿姨家食物銀行 以及我們的感興生活券,都能進駐到阿姨家來協助 AHNU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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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桃園市区的街头排队人潮绵延好几十公尺 这些人可不是在排什么人气美食 而是为了帮助这位小弟弟 你今天还有 人潮不断有精摊位 一直询问还有没有袜子 你今天还有 大批民众即在袜子摊前 抢着要向老板 也就是才十一岁的男童 君君买袜子 而这五十大六百双袜子 一小时之内通通买光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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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